腾讯体育8月13日讯2018年摇基金慈善赛已经圆满落幕,但是对于郭艾伦来说还没有完结,因为有人将哈德军在比赛中抱着扣篮的小朋友劈成了郭少,由此引来了郭艾伦的吐槽。 郭艾伦在个人社交平台上写道,从他上传的图片来看,正是哈德军在此上赛上,抱着小朋友扣篮的爱心之举,但是这个扣篮的小朋友头像,却被一光剑木给劈成了郭艾伦,让人捧腹大笑。 郭艾伦还在图片上配上了几个吃光和贪索手的表情包,以及一只贩路的哈士奇头像。 从去年开始,摇基金慈善赛第三节,就由希望小学的小朋友们同场竞技。 两个队分别由一名中国队或美国队球员率领,去年是周琪和贾斯汀·安德森。 今年则是韩德军和去年NBA撞手傅尔茨比赛中,大韩和傅尔茨不断为小朋友做嫁衣,希望帮助他们找到信心。 韩德军更是在家乡父老面前两次试图抱起小朋友扣篮,终于在第三次成功了。 他的这一举动也被外界赞在很温馨,而网友们之所以将郭艾伦的头像给披上去也不是无敌放屎,因为哈德军和郭艾伦私交非常好,两个人时常打闹兮兮,但体型和力量上的巨大差距让哈德军总是成为过剩的一方。 郭艾伦则显得像是一个小孩子,不过郭艾伦也并非真的有意外泽,而是调侃的意味更多, 因为他也曾参加过姚基金慈善赛,同样也是一位很有爱心的球员,但网友们没有放过调侃郭艾伦的机会,人们纷纷拿过艾伦免扣的课来调侃他道,圆梦时刻,大盘举起来的是梦小,当时举起来的时候就觉得眼熟,辽宁队友刘志轩更是留言道,厉害了,小艾伦,艾伦轩,这扣来的是你吧,郭艾伦也不甘示弱, 目前郭艾伦还没有和南兰兰队会合,而南兰兰队在进行玩摇基金慈善赛后,将参加四杯的比赛,对手分别是图尼斯,克罗地亚和芬兰,自数飞恩的脸则声明,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,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。 谢谢大家